新闻介紹我們來看一個相當驚險的現場 這是發生在日前嘉義伺庫在報名的時子 有一台車車在嘉義的民間當樓堂 自己都在樓邊的扁電車 受到陰的會衝擊後進去旁邊車 發自相當大的適用 將在困惑當中的機面驚起來 不急車是關鍵報案來救援這名家室 在南租在上衣後並沒有生命的飛車 現在近方在日前調書的關係 嘉義伺林寬東樓接近正水槍的路段 一台進口轎車自撞到樓邊的扁電車 整個扁電車是受孫 車輪受到冰冷的浪金 車輪冰箱試鏈貼替 發出到危險 驚撞到水網中的機面 不急車趕緊報案來救援家室 救援人員告到 家室已經是踏開到家室做的車門 掛心在我 他讓我們合力緊急將他撐出來救援 救援通人就趕緊把他拉出來之後 然後做固定及包紮直血的 上衣服是清澈 倒手有刺傷 沒有其他明顯的外傷 處理完畢以後 將上衣服送翁便衣來救援 目前沒有生命危險 車輪就受警方告典 來瞭解進行救援 技術家室救援開車適合 造成車輪返航 警方違法來處理 這真是文章民黨 家室是蔡王波特 谢谢大家